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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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佛州环境局以及新山市政厅联合进行 从25日下午50至26日凌晨1时 共检查了286名交通使用者和257辆交通工具 逮捕的28岁男子尿检呈毒品阳性 将依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调查 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最高3年 罚款5000令吉 以及被检方监视2年 最后让我们来关注近期引起热议的 东甲麻婆路交通情况 东甲麻婆路为了缓解交通拥堵 在两周前放置了红白色防装箱 阻止车辆辞入反方向车道 并计划取消部分停车位 防装箱从警局交通灯延伸至奶融路 长约600公尺 此测试将持续至9月6日 入口行将永久设立分解题 并增设油转处 同时把道路改为双向双侧道 这一举措引发商民不满 认为取消停车位将导致省医受损 特别是在停车位本就不足的情况下 商民担心分解题可能妨碍 紧急救援交通车辆的通行 并导致交通不便 商家邓先生表示 防装箱已影响审议 若取消停车位状况会更糟 东甲先议员王岐湘表示 当局应在提供替代停车位后 再考虑取消现有停车位 并建议等到2026年 外环公路完工后 再决定是否永久实施 分解题 当前公共工程局正在收集市民反馈 鼓励民众透过签名运动表达意见 感谢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 新州日报新州网 Υπότιτλοι AUTHORWA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